哈喽大家好,我是Zander 今天非常榮幸来到刀刀的频道 我也是刀刀频道的一个忠实粉丝 Zander来加拿大做几个? 应该有三年了 18年8月末来的 我直接是落地在喀布顿悉尼 跟我是校友 是校友,对 Zander你自己也有自己的频道 介绍一下你频道的意思 我的频道就是之前在哈法开始拍视频 其实挺多刀刀的粉丝 应该有些人看过我的视频 对,大家可以去我的频道去看一下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来的时候申请的是CPU 卡普顿大学 当初中介强烈推荐的CPU大学 我申请的是MBA的专业 就是工商管理硕士 你有比较私人的问题吗? 可以 Zander是95年出生的 如果三年前来加拿大 你在国内应该是读过大学 国内大学毕业了 我18年6月份大学毕业 怎么想着在国内工作呢? 因为其实和你年龄差不多的很多都留国内工作 因为在国内是三本大学 然后呢,就想出国可能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读一个 然后就读到CPU 但是去CPU 人家都愿意有比CPU 反了,有点反了 但是其实当时也不懂嘛 刚出国也不懂 对 就听中介说 主理大学科好肯定有 对,而且这个城市比较 小镇比较安静 适合学习 太适合学习了 国内中介的口才不错呀 中介真的是 所以自己 出国之前自己要了解一下 不能光听中介说 后来转哈法了 后来我在CPU读了半年语言 然后呢,转到了哈法的Monson Vincent MSVU 然后去学了酒店管理的Diploma 从本科又转到Diploma Diploma了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 我读MBA 我不知道我毕业了我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想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吧 有想毕业回国吗 不回国了 我要待在这儿了 我要是回国的话 我就直接在悉尼读MBA了 拿一个硕士文凭再回国 是不是因为你是辽宁人 比东北人对吧 对,东北人 你东北人你不怕冷 能适应加拿大 很多同学还是想回国 对,我很适应这边的环境 18年和我一起出国的一些朋友同学 就在悉尼那边的朋友同学 都挺多都已经回国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哈法的时候 把他们送回国 送回机场 在这边这几年适应过程中困难多吗 我觉得还挺适应的 最不适应的时候就是刚落地悉尼的时候 机场实在是太小了 还有没有我家乡的科研站大 我就想马上回头上学机回国 现在也算是适应过来了吧 还是想去一座大城市生活 这不来了卡尔加里了吗 问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吗 你在国内实际上也没有工作 对吧,有工作经验吗 在国内其实没有,我刚毕业 那你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没有经历过社会拷打的阶段 怎么就忽然之间觉得自己 能感受到自己更适合加拿大呢 因为很多选择出国的是在国内经历过内卷 经历过这种社会残酷的一种 开打之后想自己离开的 是因为我觉得我更喜欢这边的环境吧 人比较少 我不是太喜欢人多的地方 你更适应这种慢节奏 因为我性格比较慢嘛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 是独生子吗 是独生子 是独生子 那你出来了你爸妈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啊 这是我爸妈想让我出来的 然后我也有这个想法 那正好一拍即合 那跟这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 在国内是没有打过工的 然后呢我在哈利法克斯 我在一个中餐厅干过十个月 如果在国内的话 我是不可能在餐厅打工的 国内人的印象里会比较 地位比较低或者是什么呢 其实来这边我觉得很 面子什么可以放一边 对可以放一边 就国内的人太注重面子这方面的东西了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温室里的画者 其实爸妈照顾得很好这些年 直到送出国才让你真正的在国外才开始 对去辛苦一些的去尝试工作 对就这样才能成长嘛 在国内真的是交生惯养 是这样的 那你爸妈他们知道你在中餐打工吗 知道我跟他们说过 他们能接受吗 爸妈其实去评论时候一本我累不累啊 没有给孩子给我累到啊 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是挺累的 但是也是值得的 我觉得就是成长了很多 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在餐厅里面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因为当时是一个小餐厅 什么都干 后厨 然后还要帮老板炒饭 什么炒菜 还有包餐 还有送餐 偶尔还帮老板去采购一些食材 就是基本什么都干 服务员就是结账什么的 基本都干过 是未来的生活呀 你去加拿大的未来的职业威华会 是非常的有充满这种希望呢 还是说还是比较无法 我觉得还是很充满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我学的这个专业嘛 我觉得在卡尔加里这边 工作机会还挺多的 那前一段时间我去路易斯湖那边玩的话 在路易斯湖那个Fairmont的酒店里面 碰到过一个华人 然后呢他在那上班叫做什么 work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对 就感觉很舒服感觉 一边工作一边度假 应该去 有点像这种就很适合我 你会不会羡慕啊 因为大学留学生同学里面很多呢 毕业回国爸妈安排好工作 或者继承家里面的酒店啊餐厅啊这种 嗯 你回国爸妈也可以给你安排 也可以给你安排工作 但是我不想要这种生活 你宁愿在这边洗碗 可以这么说 但是也不会一直洗碗当盘子吧 但是你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对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视频频道嘛 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我想 未来能有机会自驾还游北美 对然后呢通过视频记录下来嘛 也希望能通过视频有些收入 那得先挣钱才能还游啊 对对 需要先挣钱 需要先挣钱的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平时喜欢打打篮球啊 平方球啊这些 喜欢一些运动吧 有时候去健健身啊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选择哈法搬来卡尔加里呢 因为我觉得哈法首先是租房 消费有点高 房价有点高 而工资的话也比较低 对然后我还是想去一个大城市去看一看吧 因为来卡尔加里之前呢 我跟一些人沟通过 有些人跟我说这边经济不好 又对这边印象不好 就是我还是想亲自来看一看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受到了叨叨视频的激发 用机我做广告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我 就年轻人比较多 那你们来这边的话应该刚开始 是有朋友介绍吗 没有自己直接决定要来 就直接开车过来了 然后这边也没有任何认识的 没有 就是慢慢认识的这些朋友 对慢慢认识的一些朋友 会觉得其实这边是蛮好相处的 嗯是的 我看你视频里还有一些台湾朋友啊 哦有个台湾朋友 嗯对 总共walking holiday visa的台湾人 香港人非常多 澳大利亚的很多很多 对对对是的 觉得 嗯更多元化一些 是的更多元化一些 是的更多元化一些 其他方面呢气候差距很大 那么湿润到那么干燥回来的一个环境 我倒没有觉得太大的 不适应什么呢 我也没有觉得干燥 就还挺好的 很适应这里的生活 那你觉得如果让你来讲描述自己性格的话 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满足于生活的人 还是一个有充满的雄心斗智的啊 这种 我觉得我应该是 虽然我可能性格比较偏于内向 比较慢热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雄心斗智的 自己的想法在的 对对 自己的想法在的 是的 还是有很多国内的像是90后啊00后 95后00后 年轻一些的弟弟妹妹经常发信息问我 说到了我应不应该选择来加拿大 你觉得建议大家来加拿大吗 我觉得如果未来想留在加拿大生活的话 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就是想拿一个高一点的文凭 我觉得加拿大的大学排名都不算特别高 对我觉得你可能去英国澳洲那边 美国对可能更好一点拿完文凭然后回国 你觉得国内和这边最大的区别 我感觉最大的区别 因为这边生活节奏比较慢吧 国内内卷很严重 然后这边我认为是人少 最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人比较少环境很好 人家都说加拿大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啊 你觉得就因为人少 分人吧 但是如果自己天天把自己憋在家里 那确实很无聊 要走出去嘛 多跟别人沟通啊 多融入一些其他的圈子里边 我并没有觉得无聊 读书期间的话呢 因为你刚来英语也不好啊 读书期间会觉得很难毕业吗 普通的难吗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读的算是比较简单的呢 因为Hospitality 还算不算难毕业的 有的人可能读研究生专业 可能会比较难 我觉得真的你的个性 其实我们很接近都是比较自信 然后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的 可能想移民就朝这个方向去找工作去努力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 你的同学也好啊 我看到的 我的同学也好 他们就是处于比较焦虑的阶段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点事 你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吗 就是在加拿大读书移民 我觉得不难 就是看你自己到底是想不想 做成这件事情的望有多大 你身边朋友的话 拿到就顺利拿到这种身份的学长学姐多吗 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通过上学拿到的身份 你在国内的时候 跟同学跟你的朋友一般都是怎样去娱乐消遣的 我是不喝酒的 我的朋友也是 我们也不去酒吧什么的 现在还没有去过夜店 到现在 所以你的性格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符合这种好山好水好无聊的 对就很符合加拿大的情况 对所以加拿大就很符合我 同学里面有没有一些 就是完全受不了这边构造生活的 有的 受不了的已经都回国了 哦 他们真的会觉得这边没有事情干 对我好多在哈法的同学都已经回国了 已经确定了 近几年会留在卡尔加里对吧 对我肯定会留在卡尔加里 留在这几年 对 我会在这长期定居 我觉得我会 可是你才刚搬来几个月呀 是怎样的一个哪些因素让你决定 就真的长期定在这 事实上你没买房子 还可以换去温哥华多人多呀等等 对而且这边 我觉得房价起码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靠自己我觉得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嗯 而且环境也很好 像班夫也在附近了 可以考虑定居 长期定居 对长期定居环境也很好 中餐呢 这边就其实跟温哥华多人多比没太多了 中餐 餐饮确实是没有温哥华多人多那边 呃好 但是也还可以吧 起码比哈法好一点 哈哈哈 因为我从村里边过来的 就要求 没有特别高 其实看节目的很多呢 不是加拿大境内 都是境外的 他们就想了解加拿大生活才看的 对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然后鼓励他们勇敢选择这个国家呀 对 其实 嗯 没出国来之前 别人觉得可能什么 出国很难啊 移民很难 其实并没有 有可能有些人也是听别人别人说的 说这边怎么不好 那边不好 其实真正要自己亲身经历了 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勇敢迈出第一步 对勇敢迈出第一步 会有那种什么 大家说什么北美枪支泛滥啊 犯罪率很高啊 国外感觉都已经 呃 加拿大并没有吧 可能美国有一点 但是我没去过美国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敢下定论什么 加拿大没有 加拿大是没有的 治安挺好的 疫情恐慌吗 你觉得这边 阿省一点也不恐慌 我觉得阿省每天可能确诊有100例左右 大家都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 但是我觉得 新省有点恐慌的 跟老年人态度 对是这样 是这个原因 并没有大家在国内看到新闻 那个疫情那么恐怖 其实正常生活 跟没有疫情没太大区别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哈哈哈 嗯 对 这方面我还非常感兴趣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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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